空勤直升機盤旋在定點上方 搜救人員以吊掛了方式 解救受傷男子 馬輪山素氣團受困 21號週五天氣終於轉好 台中消防局立刻向空勤總隊 申請直升機協助吊掛傷者 接觸到摔傷的男子 平安將他送移治療等了一夜 幸好人意識清楚 不過當時救援過程 真的是難上加難 搜救人員在瀑布峭壁找到傷患 把他緊緊固定在籃室單架上 受傷男子完全無法行走 只能用繩索懸吊 搜救人員分兩批小心翼翼 受困案件是發生在20號中午12點多 消防局接獲通報 一名男子到台中和平馬輪山 往石文西方向爬瀑布山壁時 不小心滑倒 導致他左側寬骨受傷 同行朋友為了報案 走了一公里才收到訊號求救 勤務中心也立即派出骨官和平分隊 還有其他義交團隊 總共15人前往救援 要記錄起來這個真的很可怕 不過搜救地點在瀑布峭壁上 需要過溪走過鐵線吊橋 走到這裡我們兩個 留意了很久到底要不要過來 就連搜救人員都像是在走鋼索一樣 吊橋旁邊也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帶著傷者情況下根本無法通過 只能把人移到平緩空曠處 在西邊紮營等待一夜扣 結束這場素吸團驚魂季 TVBBC有李陳佑李蔡穎 台中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